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大早 刘亮和同事们像往常一样 开始给长颈鹿清扫卫生 投喂食物 就在他们对长颈鹿进行例行清点时 一个发现让他们大惊失色 检查清点动物数量的时候就发现少了一只 管设里原有14只长颈鹿 可现在只剩下了13只 大家简直不敢相信 赶紧进行再次清点 肯定要清点之鞭的 清点的话我们那个操作间了 它比较高 都是站在长颈鹿 跟它的投屏级的高度 站在上面然后清点 每一间关多少只很清楚的 所以进去的以后 按每一间多少只 然后点一下就可以了 确认一只长颈鹿失踪 大家仔细辨认着管设中的每一只鹿 普通游客可能很难区分不同的长颈鹿 但饲养员们却能分辨出它们的细微差别 只要你饲养一段时间 然后你用性地去观察 去记 每一只动物它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工长颈鹿它脚比较大比较高 很明显可以分辨出来 然后母的长颈鹿它的脚要矮一些 细一些 还有的长颈鹿它脚上它的毛了 有点长 有的它脚上的毛比较短一些 还有它身上有一些特殊的斑点 比如说在以前印术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划痕 长颈鹿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就是它有划痕的话是不会红 永远都会留在它身上 形成一种半纹了 经过仔细地查看 大家确认了失踪的长颈鹿 就是靠最外边那一间 刚好就是出大门那个位置那一间的 那个就是这只长颈鹿呢 它的名字叫艾米 然后它不见了 艾米是一只雄性长颈鹿 今年六岁 长颈鹿的寿命一般在二十多岁 六岁的艾米相当于人类二十来岁的年纪 长颈鹿是生长在非洲的繁畜藕蹄动物 它们生活于非洲西树草原地带 以树叶为主石 主要分布在南非 埃塞俄比亚 苏丹 肯尼亚的国家 2013年 艾米和他的伙伴们一起 从南非搭乘专机 辗转十几个小时抵达空明 当时的艾米还是一只未成年的小鹿 身高只有两米多 而现在艾米和同伴们一样 都已经是成年长颈鹿了 身高超过四米 体重超过八百千克 算得上一个庞然大物 你说那么大一只洞 突然间就消失了 蒸发了一样 然后才赶紧到外面去看 刘亮和同事们仔细查看这管设 想看看是否有破损 可以让长颈鹿钻出 龙山上没有损坏的痕迹 然后门又是关着了 然后我们就是 这点奇怪了 说这么大一个洞 可能你说 没有过得不在了 还是有点着急的 你说因为是那么 毕竟那么大一个洞 不在了 大家万分焦急 他们不知道 艾米是昨晚还是金晨失踪的 在占地三千亩 植被茂密的园区里 该到哪里去寻找艾米呢 而艾米在野外每多待一分钟 它面临的风险 也就更多疑问 云南野生动物园修建在山上 地势起伏不平 再加上连绵数日的小雨 路面起去泥泞 异常湿滑 长颈鹿原本生活在地势相对平坦的非洲草原 他们的蹄子并不适应这种崎岖泥宁的路面 极易滑倒 而一旦滑倒 将对长颈鹿造成巨大伤害 滑倒以后呢 很容易造成长颈鹿它批刹了 批刹以后呢 就会对它造成一个骨折 骨折的话 那个长颈鹿的话 是很难进行治疗的 因为本身它这个体型比较大 然后比较重 就是用吊带用吊车把它吊起来 也很难恢复 你就算给它做了固定 它一动了 整个然后做的手术就白做 2011年 河北一家动物园里 14岁的雄性长颈鹿 六六意外摔倒在地 后腿反向别在身后 无法站立 忍受着巨大疼痛的六六 眼睛里泪光闪动 旁边龙舍里的磁鹿 也一直关切地注视着六六 由于六六体型高大 动物园无法施救 只好请来了消防员 通过大型救援器械 帮助六六站立 饲养员轻轻拍打六六的脖子 对它进行安抚 消防员则在饲养员的帮助下 用固定绑带缠绕六六的身体 起重臂从长颈路管管门进入 消防员将固定绑带 与起重臂挂钩连接 刚一起掉 一直都很平静的六六 却突然激动起来 两名救援人员 被六六的长骨子扫翻在地 饲养员赶紧安抚六六 消防员也对绑带进行了再次固定 一个小时后 六六终于被缓缓掉起 但她的后腿却无法站立 饲养员不得不在六六身下垫草料支撑她庞大的身体 尽管经活精心救治 但最终六六再也没能站起来 郁郁而终 刘亮和同事们担心失踪在外的艾米遭遇不测 心急如焚 只能仔细地在管舍周围搜寻着蛛丝马迹 突然他们发现 管舍体门外的地上有新鲜的长颈度体验 这个动物如果是头天放 跟第二天的脚印是完全不一样的 特别这段时间又是雨季 它那个新鲜的脚印跟头天的脚印 是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还有新鲜的粪便 很明确地证明了 这个动物是出来过 此前的几天 园区一直在下小雨 因为下雨天 是来自炎热非洲的长颈鹿 最不喜欢的天气 刘亮他们并没有把长颈鹿放出管舍 长颈鹿的话它要保温的 不能让它随意就是出去 万一那个下雨啊什么 那个会对动物造成那个不好的影响 它会感冒会生病 由此可以判断 地上的新鲜长颈度体验和粪便 应该是失踪的长颈鹿迈米的 还在试的 这让大家看到了一丝熟悍 可园区占地三千亩 艾米此刻到底在哪里的 刘亮喊上全体饲养员 沿着地上隐约的提应 搜寻艾米的足迹 刘亮今年三十七岁 八年前来到这里做饲养员 跟动物接触呢 你时间长了以后 那个还会有感情 比如说我哪一只动物生病了 我每天去看一下它 给它吃点好吃的 跟它之间会建立一种 一种友谊吧 它那感觉还是比较好 比较有成就感 刘亮熟悉它管理的 每一只长颈鹿 长颈鹿身上的花纹 有什么特点 性格是安静还是调皮 它都一惊二出 艾米更是它最喜欢的 一只长颈鹿 它算是比较聪明的了 可能接触饲养员比较多 然后饲养员又比较喜欢 单独地为给它特殊照顾 因为觉得它可爱 觉得它比较温顺一些 所以的话可能接触的比较多 园区里重林密布 遮天蔽至 很难发现长颈鹿的身影 刘亮它们穿梭在密林中 一点点仔细搜寻着 终于在距离管设几百米的地方 它们发现了绿树丛中 若隐若现的长颈鹿翻门 状态很好 就是那种很忧心的样子 它也不慌 它在那里很忧心的 在旁边吃树一样 看到艾米平安无事 刘亮和同事们 一直悬着的心 总算放了下来 可紧接着 又一个难题 摆在了他们面前 怎样才能让这个 身高超过四米 体重超过八百千克的大个子 安全返回管设难 失踪的艾米终于被找到了 可一个新的问题 摆在了流量和同事们面前 如何才能让艾米安全回到长颈鹿外 虽然长颈鹿是现存陆地上个头最高的动物 但它们的胆量却没能跟它们的身高成正比 因为它站得高 看得远 然后稍微有一点动静啊 就开始乱蹦乱跳 这个长颈鹿的话是不能赶的 不能赶 因为它那个神经质嘛 你如果惊吓到它了嘛 有可能就是会撞啊 会跑啊 甚至摔跤 因为它腿比较长 如果摔跤的话是很容易受伤的 流量很清楚 要想人为挪动这么个大家伙 可不是件容易事 一年前 为了将艾米和伙伴们搬来现在的馆舍 动物园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 先用树叶引它们进入特制的大铁笼 再给铁笼系上绑带 用起重机慢慢地把中有长颈鹿的大铁笼 吊上重载大马车 稳稳地转运到新款门前 再次用起重机把铁笼吊下 引长颈鹿进入新款 使几个人齐心协力 借助重型机械才能完成长颈鹿的搬家 而此刻 艾米正身处泥泞森林 随时都有滑倒骨折的危险 根本等不及花时间钓大型机械 既然不能来硬的 就只能置去 艾米来动物园 已经有四五年了 但仍然有很强的野性 如果受精奔跑 有可能会滑倒骨折 也有可能会踢伤四象园 流量它们 只能小心翼翼地 将艾米慢慢靠近 同时 用艾米最喜欢吃的树叶吸引它 首先是必须给它一个信号 就是平常时间我们饲养员喂它 喂它们的时候那种 吹个口哨啊 或者哼几句的声音 让它听得出来 哦 是饲养员的声音 不是其他人 要是其他人的话 有可能也会吓到它 然后过去 引着它 拿着树叶在它上面 刚好站在它 跟它头差不多平齐的位置 然后引着它回去 流量它们 一边用树叶为爱你 一边引导它 慢慢向长颈路管方向移动 边走边引 边走边引 它独一枝的话 它特别乱一些 然后吃的话也是 吃一嘴 然后就开始那种 特别紧张 四处观看那种 东张西望的 反正还是挺紧张的 看着它 长颈路是群居动物 独自在外的爱你 特别紧身 一步一挪地 跟着饲养员手里的树叶 往管设方向前进 两个小时过去了 在吃完了十千克的树叶之后 爱你终于进入了管设 安全找回了爱你 流量它们都松了一口气 可大家还是非常纳闷 在管设完好 大门紧闭的情况下 这么个大家伙 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 跑到管设外面去的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 大家到监控室 特意调取了当天的监控录像 仔细地探寻着 长颈路爱你出逃的真相 通过反复播放 大家终于揭开了 爱你出逃的秘密 刚好监控也对着那个地方 就查了监控 才发现啊 它是这样子出去的 它不停地在那里填填填填 因为长颈路 它喜欢填那个铁 铁门 长颈路管设的铁门 是用门栓插在地上固定的 爱你低下头去 不停地填门栓 原来那个门是插销的 是直插的 它用舌头一提就提起来了 它就是填开以后 它就会有一小条缝 然后它把头伸出去 轻轻一推 然后那个门就开了 原来是爱你填开的门栓 挤开了大门 堂而皇之地 从大门走出去的 而通过查看 之前几天的监控录像 刘亮他们发现 爱米偷偷溜出去玩 这可不是头一次的 还是出去了好几次了 之前的话 他出去以后是自己回来的 回来的时候 也是那种 轻轻一推 然后就夹进来 夹进来以后 那个门栓关 所以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这样 拖出去溜达了一圈 像那种你说 他出去了回来 他门一时关了 也就没注意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去清点 都反正都没在 很每一次 他就是出去了 然后那个门开不开了 可能也是 为了防止暗疫 再次偷偷溜出管车 发生危险 刘亮他们用一把大大的铁锁 牢牢地锁住了大门 又加了一个锁 就是从外面锁的那门 直接给它锁起来的 就不是自动的那门 就是你必须要 因为要吃 去开才能开着呢 艾米再也无法 自己打开门了 也没有机会 偷偷溜出去了 可刚刚被锁住 艾米就出现了 反常现象 一直以来 艾米都和饲养员很亲近 一走过去 盯着你 就看你有没有 拿东西给他们吃 然后你给他倒饲料 那种高兴的 在里面欢蹦乱跳 然后跑着就过来吃了 平时喂的时候 也就是喜欢说 拿个拿在手上 给他吃吃 然后还摸摸它 可现在 艾米对饲养员手里的食物 爱搭不理的 不像之前那么喜欢 感觉就是食意 有点下降 这样子 大家都非常担心 艾米的身体状况 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肯定还是会担心 你说 就是 吃不好嘛 怕它生病 如果不吃的话 我们就 就要在那里观察 观察最起码 一两个小时以上 要看一下这个动物的 它的具体表现 它是真不吃 还是因为天气炎 因各方面 外界因素 造成的它食欲下降 然后过了差不多 半个小时左右 它绕了几圈以后 过去就吃了 所以就断定 它应该是心情不好 来来来 大家还发现 不仅每次 叫艾米的时候 它不搭理人 艾米睡觉的时间 也比以前长了许多 它可以趴下去 连续四个小时 在那趴着不动 睡觉 头大屁股上 就这样子 自然界里的长颈度 一般每天只睡两个小时 大多数时候 都是站着睡 如果在野外的话 那个趴下去睡觉 对于动物来讲 是比较危险的 很容易遭到 那个受动物的攻击 所以正常情况 长颈鹿呢 不是很喜欢 趴下去睡觉 但是在我们 人物饲养这个环境当中 它觉得比较安全 它的睡觉 基本是趴下去的 而艾米在饲养员 出现的时候 总是像在睡觉 任凭饲养员 如何呼唤 它也不搭理 它是真睡觉的话 你要人进去 只要有声音 你下来 因为它是 还是警惕性比较高的 它是真睡的话 反而它更容易 你说人一进去 它更容易进 那种 一下子它就起来了 除了不搭理人 装睡觉 原本性格温顺的艾米 现在却变得非常好斗 经常会用脖子 撞击其他长颈鹿 关起来以后 它脾气变得相对暴躁一些 如果长颈鹿打架 有时候还是比较凶一些 它用头甩的时候 可以听到很响的那种 很沉闷的响声 就是扎在其他鹿身上 那种声音特别大 它甩过来那个力量的话 可能在一两百公斤 是最少的 在自然界里 狮子猎步长颈鹿时 有可能遭到长颈鹿的反击 造成狮子骨折或死亡 而长颈鹿同类之间 甩头互相攻击的时候 也有可能给彼此造成重创 在国外一个自然保护区里面 就发现过一头长颈鹿 它的脖子是Z字形的 这个在动物世界里面 也是属于一个奇迹 它那个就是因为打架 打架以后 互相之间甩脖子 然后把那个颈椎 造成那个骨折移位以后 造成现在这样一个样子 艾米不仅攻击其他的场景都 甚至有时还会对自然人发脾气 撞撞撞那种 它应该是打架 但是像自然鹰的话 它还是 比如说你这种气 它也就是 可能还是有点吓你那种 吓你那种 反正他就是用腿 但是他转也转不到 人上不倒是 撞到人的话 那个力量是比较大的 人可能直接就飞出去了 根本承受不了的 大家看着艾米的这些异常表现 都非常担心 他们猜测着 也许是艾米不能随意外出 在用各种方式宣泄自己的不满 也担心啊 因为这种毕竟是一种异常表现 因为之前没有发现 之后才发现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动物 其实情绪还是会有一些 有一些情绪化 就像人一样 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看到艾米郁郁寡欢 大家的心里也都不是自费 为了尽量满足艾米和伙伴们 外出散步的需求 同时又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流量他们向动物园申请 为长浅度修建了一条长三百米 两边装有安全围网的散步通道 这条通道还模仿了 火车交叉轨道信号灯的形式 让长颈度通道和动物园 行人步行站道相交叉 既满足了长颈度的散步需求 还能让游客近距离 与长颈度互动 现在只要天气好 艾米就可以和伙伴们一起 到通道上散步 和游客们一起享受 快乐习惯